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1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疯狂网今天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江苏扬州 有一下四口跳楼和自杀 后来警察不是这四个人,是一个人 夜晚的河边有众多的居民在观望 这是个小视频 看到那个情景是非常的凄惨 有一个男子跳,跳和自杀 那就证明民不聊生 老百姓过得不好 你不管是一个人跳,还是一下四口跳 性质都一样,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他竟然在这些解读说 不是网传的四个人,是一个人 好像一个人,你就觉得正常吗? 你应该是人们热爱生活 那才是正常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 生活不如意 踏上不归路 在习近平统治下 中国的老百姓活得别去 各行各业都不赚钱 你想失业人口多到什么程度都不敢公布 你不公布就能遮掩吗?对不对 你要解决才行 应当是媒体大量的报道 报道了以后 查找这个产生这个失业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在习近平走这条倒退的道路 和美国这个正老大 在国际舞台上得罪了左邻右舍 然后以西方美国为首七大工业国 全部遏制中国了现在 唯独中国 连何千里都开了家门口了 你当然就没有生意了 对不对?只有和平年代 繁荣才能发展 你现在每天要跟你开战了 你怎么可能有工作 有经济利益呢? 所以这个题 即社会新闻 反映出民生艰难的 你再看 这个另一题 这个国安部两次点名 美国中情局透露细节值得警惕 就抓间谍 今天美国人也做了报道了 因为美国抓了几个中共间谍 人家美国抓间谍 因为美国是有FBI正查的 但是美国有独立的司法 应该讲还是比较可信的 中国这个抓间谍 完全都是一种反制 临时抓几个垫被的 他今天大肆渲染 国安部两次点名 中国中情局透露的细节值得警惕 不点开内容了 这都是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 还有后面一题更有意思 你看中国印钞造币集团 原董事长陈一青被查 就是他本人就是印钞造币的集团 还能有府 你看 离前最近 这真是金属楼台先得月 也进去了 还有呢 今天这一题很重要 就是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三次 专题学习 研究什么呢 研究数字经济 他之所以关注这个报道 就是他是现场视频非常清晰啊 我以前看的不是太多 终于看了一个就是说 这些小野人们 也就是这个电小二 啊 习近平外访了 离开了这个中国了 把这经济 旧经济的这个重任放到这个他秘书 根本领包的李强身上 他能当国院总理吗 实在我不看好他 我认为他的能力啊 极其低下 在上海封控三年就可以看出啊 他在这主持这个国务院会谈什么数字经济 你看现场的画面 我看了好多画面啊 不仅看到刘国宗 还看到了王晓鸥 看到了这个丁学祥 张国庆 也就张国庆好像给我感觉好像 还有点实践经验 你看其他的人 你说那哪像这么回事 在那讲什么话 上来就开始送上习近平 一看就这些马屁经 办不了事实 就这个小团队啊 你说能把中国经济救过来 我以前多次讲过 最低能的人面对了最严峻的经济形势 还当国务院总理 就想想 其实现在对底下来讲 耽误自己 你要是真正听我的话 你就可以争份就是什么 你到卓州巴州去现场 站在那个水里面 你哪怕坐坐秀 模仿模仿人家温家宝 是不是啊 你给老百姓办点实事 你看那个卓州巴州老百姓 围困这个省委书记汽车 生长的汽车 不敢下来 这才几天的事 那现场视频 为什么要闻呢 就唯一人家家破人亡 什么都没有了 有的亲人已经死了 一个死一个不良万块钱 有的是这个财产全部被水浸泡 官方媒体现在每天都在大肆渲染什么 说是是霸州还是这个卓州 洪水淹了造成什么出版集团的书记受损 书记印刷那些破书 损了就损吧 都是习近平语录著作 就是不是你其他的书记前面再加上几句话 就是吹捧习近平 我看言论更好 变成烂尼江才好 少去毒害别人的精神思想 对不对 这好事 你要关心什么 老百姓这个怎么办 是不是 李强也不敢去 这几个人在这忽悠 你看还有刘国宗的镜头 刘国宗是个破闪事实 这个黑龙建设贺港 我非常熟悉 因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大舅小舅都在那个地方 大家现在估计都不在了 年纪太大了 好多年了 也不敢联系啊 你说中共还开会什么 侨诀 你侨诀什么 你对一个志愿军的后代 用文字欲尽的政治迫害 不过现在都倒了 你也没给我平反 你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我啊 你搞那些名堂没有用 我跟你讲 你只能使你自己犯传 我再次跟你讲啊 我要讲的是 李强这个会上 王晓红也坐在这个地方 你说你能干什么 整天就能镇压老百姓 你能保护自己老百姓吗 你以为手里有手铐子 完了你就可以随便抓人 把中国今天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想一下这警察自从习近平上来以后 没有一个警察因为 制法办法受到处分 我都没看到啊 从徐存和开始 我在那个黑龙江的庆安 当着孩子的面 给他爸爸杀掉了以后 心里的警察都没受处分 你说哪个国家是这样 胡作非为 徐自放啊 万法灭天 你怎么你以为你一手里 永远拿着手铐子 是不是啊 你这样搞下去 我将来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和王立军一样 我告诉你 没有别的路 你就是共产党不倒 你在下一场内度当中 也要成为牺牲品了 你今天整多少人 人多人 学你怎么整你 一定是这个结果的 不要不听确 我跟你讲吧 最好的朋友是 能够批评你的朋友才行 啊 我不多讲了 就是你看这个现场的画面 你就知道这些人 怎么能给中国经济搞好 没有一个人就能敢批评习近平 而且那恰恰是习近平造成的 中国现在这个权力故意击松啊 所有的事都提供着一个人的 结果把今天中国搞到今天这个程度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你看内斗啊 借这个医疗腐败的 反腐败开始打击政敌 甚至什么呢 搞不好又灭了宗南山呢 今天海外万维网一篇文章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目前这反腐败啊 涉及到了这个宗南山啊 当然文章很长啊 前面这部分不值得关注啊 我都跳过去 中国的医药反腐毛头指向了宗南山李兰娟 前面这一部分呢掠过去啊 关键感兴趣的就是他讲到宗南山这一部分啊 因为这个医道系统你整来整去肯定都是这些什么 吹捧习近平的马屁警占头牌啊 你看他讲到宗南山李兰娟在武汉新新冠爆发时表现 赢得了民众赞赏 民众面赞赞赏也是官媒推动的 其实他有还是有瑕疵的啊 藏了很多秘密啊 说单在疫情放开时又让不少人感到失望 现在医药反腐展开名气越大 地力越高的人首先受到怀疑 网友开始通过各种信息挖掘他们可能与商业腐败的联系 这里就讲到宗南山 宗南山一定有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 你看作为宗宏城院院士国家呼吸病的专家 为国人防疫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获得共和国勋章 医药反腐的飓风之下 他又首当其成受到质疑 首先是什么他的挂号费 你要找他看病专家挂号费是挂一次号1200块 你这是为谁服 就为权贵服和有钱人服 普通老百姓卓州罢州老百姓要着急看兵 连路费都拿不起 连挂号费也拿不起 我知道我要是回旧 这两千块钱挂号费我拿不起 我说拿拿两千 你再减两零吧 差不多啊 这是从目前国内专家的挂号费来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到网上搜索 比他名望小的医院的专家 是600到800 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 你讲的医疗是什么 是救死服上去赚钱的吗 你赚钱你就别当医生了 医生你看古代有什么词 叫玄虎祭世 怎么叫玄虎祭世 过去不都是中药吗 什么主中药 你要把中药断瓶子 断过你的头顶 要不你自己都高明了 救所有的苍生 有钱没钱都要救病 看病之 都是这样 看病之救人的 事实上你赚钱 赚钱就做生意吧 你看原先那个大点老专家 那何鸿邦就非常好 何鸿邦 他治疗的萎缩性肺炎 非常厉害 我原先有萎缩性肺炎 他会治好的 我写过一篇文章 给他写过一篇文章 登在料望杂志 你们可以找来看看 这个老先生非常好 他到死了 他就这么一套客房子 他这个徒弟 薛塔 后来赚了很多钱 现在开个诊所在南石道街 他的徒弟 我都认识他 我要讲的是 人家真正的做干事业的人 人家不是为了钱 你看现在这个宗南山 你说这个宗南山像什么 我看更像个商人 像个投机家 他就讲到宗南山 说关于宗南山的事还没完呢 人们现在指责他挂好费 1200块钱抓不住他的把柄 说这很正常 根据公开新闻显示 宗南山曾任广州呼吸所医药科技医学部 是董事长 你看见没有 他到底什么身份 他是企业家 这家注册在09年的民营企业 十缴资本6000万 营业范围包括什么呢 医学研究和经验发展 医疗器杰生产销售租赁等 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你说他这个身份 在高兹木公司 你说他能没有生意 你说公平不公平 连他都腐败 你能说还能批评别人 说20个自然人和股东当中 广东宗南山医学基金会赫然在列 广州呼吸所医药科技医院公司 还参股多家科技中介 生物医药医疗机构 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能威胁地吹捧习近平 他怕习近平整整 或者是他和习近平达成了肮脏的交易和权贵 我吹捧你完了 我的腐败你就别擦了 我的腐败叫热爱生活 对立派的腐败叫腐败 是不是啊 这本事就是不公平的 他这个身份其实就是你就拿你工资就完了 你去其他都不能做 因为你有了名你还想要利啊 你看这个世界上哪什么人能名利丧售 没有一个人能名利 凡是名利丧售人都很危险 你看有些企业家他为什么出事 那就是赚钱太多 你还想出名就出事了 一些巴拉巴拉看都是这样 你小姐华 吴小伯怎么出事 那不就因为他到川普家吗 跟川普的女家库士纳关系好 然后呢 那据说是西班的人呢 也到这个北 到这个川普家 和他家人接触就是这个 上次访问海湖状元的事 哎知道这个消息 说妈的 他这个什么东西 他能他跟库士大俩交往 那是交往是我们这些人的事 你当官肯定这样想 我们是当官级别队的 你算个什么 整 哎 闯祸 你捐钱就敲目敲 是不是叫偷着乐 啊 就你看那个螃蟹的壳 入在里边 真正的人 你要了名 就千万不要钱 你要了钱 千万不要名 当然 你小钱要的壳 你不能说你有饭吃 是不是啊 你实在的小 你过分就完了 饭是想明帝算寿的人 一定出大灾难 基本都出在这个问题上啊 你看有些人 当官还想整钱 那不就出事了 倒过来也是一样 像钟南山 你说这么有名的一个人 他还整了个公司 还是董事长 你这个到底是啥公司 是个西津公司 还是个大麻袋 你手下管这么多的医疗企业 那不都往里送钱 这是什么钱 这就是贿赂钱 知道吗 所以他这个肯定很危险啊 那么我要想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这习近平已经把这矛头对着他了 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我跟你讲 他很危险实际上啊 他讲2020年6月23号 深交所中小企业 这个板块上市的企业啊 叫ST选来啊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企业 我不炒股票啊 咱们口袋里没钱 逆于广州呼吸所 医药科技有限所签订 未来自广战略合作协议 这一信息刺激了这家 连续亏损两年 即将面临退四个医药 期间企业 连续四个交易上停了 该公司选择在疫情初期 和宗南山认知企业合作 而且还是不涉及到 具体交易金额的框架约定 难免让人质疑 背后的背景和动机啊 你想想就这一条就行了 根据工商信息呢 2020年7月313号 宗南山推出了公司董事长 周融解体董事长 你看有些人 你变表面才退了 反应群众反应意见大 退了 深退明不退 明退深不退 还是有利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这篇文章讲的非常有意思 我不详细讲了 因为篇幅非常长 这是不是你讲到他 讲到张文宏 还讲到了这个郑齐 还讲到了这个什么 李兰娟等等 咱不去多讲 就是有一些专家呀 即使不是他本人经常 是他儿子亲友 三心六股 我就要当官的 当了局长在这个城市里 三心六股都做生意 你比如说公安局的领导吧 完了他的亲手就开汽车修备厂 你就想想吧 零配件厂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你比如说你车减 车辆不是每年减一次 减一次到交警之类 不通过 你这车不合格 然后你去找他的亲戚 他亲戚就开 也是开这个厂了 也彻减 或者是他不搞彻减 他就七十配件 你到他买几个轮胎 切花完了 他给他 他叔叔还是哥哥 他第一台给他打电话 我一个朋友啊 车姐妹通过 来吧 再去了 和原先一样 四个卫生通过 就这么简单 全都是这个 我就跟你讲吧 大罐大贪 小罐小贪 无关不贪 中国怎么能好 我太了解了 我不想讲太详细 我再讲一遍 你大连公安 你就因为我批评你们 你们想做么做么我 我要告诉你啊 你把你心脏准备好 我跟你讲 我十了年 我太了解大连的一些当官 了 你不能找澳大利亚 这是 加拿大是美国 我要告诉你 有很多人都有房财 三级 你没有一次三级六五 找代理人 代理人是谁咱们也知道 我告诉你 你要想好了啊 有点迹象 就因为我必须我能表扬你啊 你就想你要是入我了 如果是我的话 受这个政治迫害 这个冤屈到现在 你都不够恢复名誉 不过任何补伤 我什么 我给共产党干了大半辈子媒体 什么都没有了 我能和你完事啊 你就讲很简单的事啊 也有讲到这里啊 你好好准备好 你从陈文庆开始到底下 到你公安局局长 你听好了啊 我今天接着节目告诉你 钟南山也是一样啊 钟南山他这个肯定是 我跟你讲 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现在西平不一定保他 因为你想新冠刚开始的时候 武汉掩盖了多少秘密啊 说不定西平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名正言顺的就给你找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钟南山很危险啊 这篇文章 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更严重的问题 是吧 就是金三胖 朝鲜金正恩出席战略巡航导弹试射 我们来看看这次威胁世界的利器啊 中共前面小兄弟 是吧 朝鲜宣布美韩年度大规模军演之前 进行了最新一次巡航导弹试射 据朝鲜官方媒体周一8月21号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视察一支海军部队 并监督了战略巡航导弹的事业 金三胖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在这个中美啊原先就是表面是繁荣合作的年代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中共狡猾呀 我不能挑衅你美国 我不能这个这个平衡这个大国之间的矛盾 我让金三胖是吧 以自己的名义 实施背后中共支持 这个在搞事 这个朝鲜半导 现在意义不大了 因为中美现在公开对抗了 对不对 他是个前沿阵地 这点文章讲 金正恩视察在东海一支舰队 并观察了水兵准备发射战略巡航导弹的演习 朝宗社没有透露这次视察 何时进行 也没有提供发射导弹类型的详细信息 但指出导弹迅速集中目标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因为他现在已经讲了 他可能首先用有运用核武器 对不对 美国多多少少挺在乎的 应该讲 这一消息是在一年一度的以支自由护盾演习开始之前宣布的 为其十天的这个大规模的美韩军演定于8月30要结束 旨在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威胁 平常认为联合军演实际上是在为入群朝鲜做准备 并一再警告 将会采取压倒性的行动预讳 我们来看看他这篇文章怎么介绍三方合作 周日8月20号 朝鲜警方说 疑似朝鲜黑客 曾对在联军战争模拟演习中心工作的韩国承包商 进行的电子邮件的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喜悦 还有日本首相安天文雄在戴卫营举行峰会几天以后 朝鲜宣布了对巡航导弹的事业 因为西方很害怕这三国站在一起 这是搞点事 他现在和美国还没彻底翻脸 也需要金三方动一动 对不对 金三方的表演表演 金三方其实是个傀儡 吓唬美国 在上周五举行的新发布会上 说美日韩领导人宣布峰会结束以后 三方在安全问题上 密切合作的新篇章即将开启 法国王这篇文章介绍讲 他说法新社指出 这在不久前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东京和首尔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 占领朝鲜半岛的残酷历史有关 这次会议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单独举行峰会 如果说中国是主要议题 那么朝鲜问题提到了峰会日程 朝鲜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战争还没结束 就是我爸爸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没有停战协定 他随时开打 他说美国打别的仗 美国是民主国家 议会民主的进会 议会授权 国会的授权 朝鲜战场不用 他开打马就打了 一打就直接打仗了 所以这个是最最敏感应该是朝鲜半岛 因此必定朝鲜半岛的我的价钱 可爱的价钱 我很为他担心 所以为什么你看丹东那个地方 房价都不行了 是吧 大连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将来要打起来 让人第一轮就是 是不是啊 你那个大连那些当官 你就想想你自己的生存就行了 你还今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是不是啊 绝自己穿一身警服 还想要斗气斗气别人 是不是啊 你就想你自己还能存在多久 就现在这个形势 你跟着习近平这么混下去 一旦战争爆发 你 有没有你第一个人 你就想想 是不是啊 你的女生海军基地就在这 你想人家呢 不哄你吗 人家额海额脸 在你那近在支持啊 你不是开玩笑的 我跟你讲啊 我们来看另一篇文章 在上一场没讲完呢 为什么遏制中共对台动物 因为大家都希望和平啊 不希望发生战争 不想说希望死人 你看俄乌战争 打了不到两年 40多少人 30万呢 年轻的生命 还不开玩笑的 我跟你讲啊 你以为战争是玩的吗 是不是啊 说香港的英文的 英文的亚洲时报 发表文章了 上一期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接着介绍后一部分 他说乌克兰战争使中共国 更有可能攻击台湾的论点 主要集中在美国制裁威胁 未能阻止俄罗斯入群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呢 被川普总统任期削弱的美国 不愿意投入自己的军队 来对抗拥有核武器的敌人 美国2021年8月 仓促从阿富汗撤去 表明美国已经失去了 军事干预海外的兴趣 说当时不这样认为的吗 但是你看结论是怎么样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如同对乌克兰政策 建立在利用经济制裁 威胁阻止中国攻击基础上 然而呢 美国也有可能投入军队 保卫台湾 而对乌克兰政策没有这一点 说到目前为止呢 乌克兰设法阻止了俄罗斯的胜利 但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经济代价 这篇文章讲的很客观 他说一些台湾官家认为 台湾人民呢 不愿意为维护政治独立付出 如此沉重的代价 还有人担心呢 美国深陷乌克兰比起 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政治余地 来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压力 习近平可能认为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这篇文章介绍 然而呢 有几个因素 使台湾冲突可能性降低了 说一个是俄罗斯 未能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俄罗斯如果胜利 对习近平很大的鼓舞 你看到2月4号 他给这个普京一个大支票 那不就是买你未来十年的天然气 这等于奠定了你打仗的基础 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 背后欧战争的一个罪魁祸首 你不给他钱他能打仗吗 对不对 他肯定心想 我有十年你在撑腰给我钱 我也有钱才能打仗 是吧 然后他就想 我有十个天然气 欧洲离不开我 现在实证明欧洲可以离开他 对不对 再就是有核弹 核弹没有用 别人有核弹的情况下 我再次强调 都有核弹 都等自杀一样 为什么现在火箭军 中共火箭军 你不管坏了谁 你是李玉兵也好 还是王级兵也好 你不管坏谁 他都不愿意干 你为什么呢 你就想吧 他发核弹 我不已经讲了吗 核弹是升空以后 你才能到到人国家 是不是啊 为什么高烧因素与武器难防 他是低空低走 对不对 你想你升完空 再飞到人那个地方 不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人给你挡回去整办 你拦截了怎么办 就算不拦截 人在你家门口也比你先到 不在这里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这个有几个因素 俄罗斯未能在乌克兰区的胜利 是西平不太可能在这个武力攻台下下堵住 他是这样讲的啊 他是华尔街日报的特罗菲莫夫认为呢 乌克兰战争是北京 注意到军事冲突固有的不可预测性 台湾驻美国代表孝美行表示呢 乌克兰自卫的神龙将阻止中共攻击台湾 原因之一是武器的进步 能够摧毁飞机 船舰船和坦克的最新一代无人机和导弹有力防御 这使得入群台湾对中共来讲更加危险 此外呢 俄罗斯的武器似乎普遍不及北约同类装备啊 而中共的武器库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设计 就中共现在买这武器 为什么现在他这军头全倒向俄罗斯 那军因买武器的王子有回扣 所以他亲俄就很简单的事 再愚蠢的听见 为什么李丈夫叫美国制裁他 美国为什么制裁他不制裁别人 那就是他当装备部部长的时候 他勾着武器他有回扣放在美国 美国看着钱很大 这就是大肥肉他给你扣 到现在他不给你放心 这不在这原因 你就以块钱他能扣你吗 那反过来讲 李丈夫肯定因为这个事很闹心的 你肯定不会给心平面的 哥们就是不干了 也不能和俄罗斯林谈话 我不管你怎么讲 你和美国勾兑 我就给你放气球 就让你谈不成 他是坚定反美 对不对 你想你要是钱就要美国扣了 你不恨美国吗 是不是 这很简单的事啊 我跟你讲就明白了 说此外呢 乌克兰战争将欧洲盟友团结在美国的引导之下 北约盟国加大了国防开支 芬兰在二三年四月正式加入北约了 你看这次芬兰不就是 丹麦不是 是吧 就坚定的给他F16战机 就不在这里 是吧 说瑞典正在等待最终批准 欧盟此前不愿加入美国与中共国的贸易战 然而呢 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使布鲁塞尔更愿意和美国一起抵抗中共主导全球贸易关键部门的弄力 他讲的这几个原因 他说欧盟主席封德莱恩二三年三月曾经讲 他说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的压制了 在国外变得更加独断 北京非常清楚在台湾问题上呢 越轨将进一步团结各国 对中共国进行贸易战 很难评估啊 对俄罗斯的制裁如何影响中共国的决策算计 制裁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 但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发动战争 因为它制裁是挫败的经济 刚才我不讲了嘛 你中共买的10年天然气石油 如果先中共宣布说我不买你的了 因为我现在给你这个钱我现在才知道 我是被你骗的 我以为这个钱是用于和平 现在用于战争 我给你宗旨了 俄罗斯马上就停战了 他没有钱了 习近平能吗 习近平要这样的话 普京要翻脸的话 把我军头这事都整出了我不完了吗 他为什么上一场 他要参加乌克兰就是在沙特举办所谓的和平会议 你看普京马上翻脸了 直接在黑龙江边境抓中国人 给带到小黑屋整了一桶 啥意思 那就告诉习近平 你如果现在反水已经来不及了 明白了 国际舞台上你以为普京啥呀 老毛子打交道 咱们看那些过去这个历史 黑龙江的历史 你到那个爱慧教育纪念馆去看黑龙江 我都走遍了 你里不都有记载吗 所以习近平麻烦是很大 不跟你讲 他想说脱身也难 何况共产国际当年有多少秘密 共产党的黑材料 共产党拿着这两万五千里长征 他不是长征 他就跑到苏联边境去拿钱 因为张国涛说我不拿钱 我得靠倒大烟 养着我们四万红军 你红一军 没有哭泣 你愿意拿海外敌对势力的钱就拿吧 咋不拿 你哪里也能四二年前拿钱我不拿 他这么他俩翻脸了 要怎么红四军南下 最后南下他因为他南下到大城市打仗 他失败了 失败他不得不又倒向毛泽东去红一军 对不对 这都是历史 你看那个研究历史 你也就伸就行了 就了解一些历史 我跟你讲 那么这篇文章讲 就是现在中共国很难从俄罗斯脱身 这里有历史的渊源 有现实的隐患 就习近平的误判 这篇文章讲 他说很难评估俄罗斯的制裁 如何影响中共国的决策算计 制裁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经济 但没有阻止它发动战争 鉴于中共国与欧洲和美国的高水平贸易 为报复武力攻击台湾而实施制裁 很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 相比到时候 你比如说下一步他跟菲律宾打仗 对不对 菲律宾马上要第二次提供补给 第二次补给 美国肯定要保护 美国不可能打空炮 打空炮以后 人家就不给人家九个居士基地 你倒向中共就怎么办 所以说姚诚说 中共国要打菲律宾 美国不管 我们等着看 我认为美国一定会管 怎么会不管呢 你想现在的时刻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 现在的时代 你只要动了一个人美国管 为什么美国有足够的条件管 我刚才讲一遍 你核潜艇放在家门口 你做好最后的打算了 就是不惜跟你核战 你把这个路给你堵死了 人怎么玩你都行 就很简单 对不对 人现在有钱人 已经不是在阿凡战争的时候 那时候不行了 那时候为什么布林肯 打了头一声 不知 习近平说 事和事都在我们的一边 是吧 确实那时候都在你那一边 你现在哪是 我为什么说老拜登比川普 更有办法就在这里 人家是不讲空话 一步步兵不给你围上了以后 别人才讲大话 对吧 这段文章最后讲说 中共事后希望看到俄罗斯战争结束 但条件是其盟友俄罗斯可以接受 就中共现在很怕继续打下去 他要直接支持俄罗斯武器的话 美国一个是经济制裁 提出slip戏的 就彻底就完蛋了 就脱入断链了 另一方面呢 你就想他现在内度这么激烈 军头打仗的话 他把权力下放给军头打仗 那等于什么 你等于军头 个个都如狼是虎了 是吧 你当兵只要是让他打起仗了以后呢 义军突起 突然取了一个将领 遍地都是菜额啊 你就想想你 你能忍无忍了一军队吗 就习近平这个能力实在是低 我就给你讲一条就行 你就看江网正的那个小朋友 今天早做那个视频 后摆那个酒 那个水杯 那个水杯是水径杯啊 他自己讲说是 都是李强办公室 就算不是李强办公室的 你那个水杯是 是国务院特制的水杯 都能到人这个自媒体的桌子上 你就想你这个是个什么形式 你催什么事 毛泽东时周恩来 那个办公室的水杯 能到人的自媒 海外的媒体 床头放了嘛 这个这个案头放了嘛 你就知道这个这个 两面人有多少 就内鬼有多少 打什么事还打仗 是不是啊 就这一条就行 你就看小事就可以看出来 啊 就人心已经上进了 就身边的有个人 都是吃里八卖 暗度陈仓 对吧 你水杯 你看写那字不都人都 亲笔字 李强的字 习近平字 都挂在墙上 也是假都是真的 都是他 全是习近平写的 我跟你讲 能整出来 是有通道的是吧 呵 就是很有意思啊 当然这是另一个议题啊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最后怎么讲 他说中共已经接受了 俄罗斯的说法呀 即北约应对战争负责 但仍然口头上强调尊重 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 这些原则是一个中国政策 和北京对台湾主权的核心呢 中共未能谴责俄罗斯 乌克兰使其促进矛盾尴尬 刚才讲到他不敢谴责了 走到今天他已经被俄罗斯绑架了 完蛋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他在发动战争的话 就被军头绑架了 不得不往下走 往下走一定是找死混家 那不发动战争呢 在加里这么等 等北约等美国干掉了这个俄罗斯以后 还是要围堵你中共 是等死 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讲 找死完死 因为你这个政治制度 呼求堕落了 这篇文章最后的一句话 他讲啊 这个但他清楚的向各方表明啊 就是对台动物赌注很高 一旦误判将付出惩罚性的代价 也就是中共国 未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使其促进矛盾尴尬 难以发挥和和平调解人的作用 和平调解人必须是第三者 你本身给他的钱 他打仗 他杀人 你是和平调解者 中裁角色 无不可能的是吧 谁不那么愚蠢 认同你是调解者 好 谢谢 再见